李自成军队的马蹄声已经哒哒作响 文官们还要和皇帝大谈道德 道德能当饭吃吗 在那个时代 这个问题深埋于每个文人的心底 当功名与灾难一起来临时 他们没想好如何去应对 只能随波逐流 就在朱游俭军臣陷入王国之忧时 南京的才子们依然沉浸于世 十九风流中 尽情享受着末世来临前的最后狂欢 据说当时南京最有名的当鼠软大成的戏班 这个当年投靠魏忠贤的剧作家 用他的心系燕子间 为看戏的人营造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每当剧情渐入高潮 众人如醉如痴 一副末世来临前的事情百态 但且歌且哭得不止平民百姓 还有帝王人家 崇祯十七年的春节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下来临了 这一天早朝 朱游俭与歌臣议论国事 歌臣们认为国事迥困 现在唯一可以仰赖的就是皇上的内堂 朱游俭听闻却落下泪来 他沉默黄 他沉默良久 叹息道 今日内堂有难以告先生者 言下之意 内堂所剩无几 不必对此抱有任何幻想 其实朱游俭并不清楚内堂还剩多少 最后还是李自成三个月后打入北京城替他摸清了底数 三千七百万两金银 对于这一数字 杨世聪在贾身和珍略里感叹 三千七百万捐其机灵 即可待二年家派 就在同一天 陕西的长安城内却显出一派欢乐的气象 李自成称王 改国号为大顺 年号永昌 正是向天下人表明 取明朝而代之的勃勃雄心 明末的士大夫 问前古不知 问甲兵义不知 这些文官一生所经营的是成诸礼学 是苦苦修炼的八股文章 这些近世汉林虽然享有特权 但是在非常时期并没有起到与君分忧 与国同修的作用 朱游俭在位期间 朝中大臣 尚书要员就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去 直到字意眉山前一刻 他还是固执地认为自己绝对不是亡国之君 而那些在纷乱时局中或悉尼的官员才是误国之臣 亡国之身 这种怀疑精神在他与官员之间筑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将整个帝国一步步逼向绝境 而每一步都是驻他登上眉山的台阶 直接通向死亡殿堂 在朱游俭看来 如果说梅山上吊死他的地方 有一个打不开的死结 那便是文官们留给他的夺命结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城的前夜 崇祯皇帝朱游俭传指后宫 要他们自尽 并砍杀自己的女儿 当朱游俭做完这一切 已是次日凌晨 他在细微的天光中敲响了上朝的钟声 却没有一个大臣赶到他的身边 那沉闷的钟声撞不破黎明前的黑夜 也敲不醒这个行将灭亡的帝国 没人知道 那一刻朱游俭的内心 有着怎样的失落与痛苦 他在太监王承恩陪同下 来到梅山的一棵槐树下上吊自杀 此时 李自成的军队正潮水般涌入京城 朱游俭在他的遗书中写道 虽朕博德匪工 上干天就 燃接朱臣勿振也 朱游俭致死都没有原谅他的大臣 事实上 在突如其来的政治变故中 明朝的官僚迅速分化瓦解 一小部分崇尚传统式大夫气劫的人 选择了杀身成人的归宿 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则改换门庭 苟活下来 他们或许会在内疚和羞愧中度过余生 也或许会摇身一变 继续骑在小民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 公元1644年4月25日 李自成的军队从德胜门打进北京 历时276年的大明帝国就此画上据点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啊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啊 那又怎么着呢 还不非常梦想啊